志在必得 你说这个雷克三是不是有病呢 他就是故意的 他不给P线投营销 这个嫉妒 咱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营业额 他就是想睁了眼看你死 是啊 但是他是看我死的 你那么激动干吗 你说呢 你那么聪明 肯定能想出办法 你有办法吗 我 我又不是神 又没有预算 又没有营销资源 就想出办法 这也得花点时间啊 你说到底有什么办法 能既花钱少 又能提升客流 还能增加销售呢 丁总 你怎么来了 那什么 那个那个这个 王美丽啊 让我给你送这个红焖羊肉 看来是送少了 你好 你好 那个那什么 我我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没关系你们继续继续 不是 我把你要的都收回来 你哪儿来备份啊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呢 就没关系 我什么都没看见 同事关系嘛对吧 同事关系对吧 没关系没关系 我呢就是顺道找管闻聊点事儿 聊差不多可以走了 别别别 我我是不是扫你们的兴致了 这样的都是成年人 我就说两句啊 就说个两句 这个王美丽小包外孙呢 已经很久了 我记得这个月底啊 有一个好日子 要不月底就把这个生给 你是不是体养了 滚腾肺 明白吧 你们想顺其自然 对吧 这样 这样 哎 丁总我跟你说 我病人家已经不想了 我跟你们再声不出 真就声不出来了 你干吗 还我 你一定要把这个机构 讨护好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对不对 你把嘴巴逼上 听不识的 你去我 上车 谢谢丁总送我回家 不客气 丁总今天怎么没开车 车 送给保养 我听说你要吃个TL的店 我可不是有心针对他们 但TL不肯涨租 这一点 我肯定是不肯让步的 这个游戏规则一旦被打破 其他到期的大租户 肯定找各种理由跟我闹事 那我还怎么完成 我的租金提升 销售目标本来就没有着落 租金收益又捅了篓子 这不是负贝收定吗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就这么撤了他们店的话 店不空着 损失也还是很大 我怎么会让他们空着 丁总对我做事还不放心 那明天TL要找你来谈续约的话 见还是不见 见 怎么能不见呢 风水轮流转 这个便宜我可得占 我等皮特来拜码头 等了很久了 是不是在皮特罗 是在皮特罗